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常因为你比较近的人会受打扰 就是说给自己编程序 因为我们你把自己当中计算机输入程序 就是我不怕紧 我不怕打扰 就是我打坐的时候我不怕声音 我不怕的响声 我不怕剧烈的动 我不怕打扰 我不怕有人骂我等等的 这种程序不断的输入到自己的意识 就坐在那一上座就是 我不怕门关门的声音 我不怕有人打扰 我不怕响 就是剧烈的声响等等 我不会受惊 爱慰自己 告诉自己 把这种意念输进去 当然说 就是说还要怕的话 睁开一眼也可以 就是眼睛不要闭 就是垂脸就行 后来又看到外面打扰 那边其实他也被经过 就更不敢进来 不要跟他比 不要跟他被经过 所以没关系的 每个人都是聊天 都是说自己的一些故事吧 那些东西都不重要的 不用太快去环境 绝对安静 其实都可以做 刚开始有个安静的是好的 是吧 因为没有 因为就算你刚开始有个安静 也有可能受精吓 突然贴上掉块石头下来 等等 就好像告诉自己 谁要受精 对 不要受精 突然有个东西出来了 什么什么 翘头地上冒出来了 这种事 空思 是啊 是啊 就是这样 他就像我那会儿 不是怕蜘蛛 我真的喜欢 一天有段时间 他怕蜘蛛 我认为啥 不是你坐坐 你出门看见个蜘蛛 乖房里边 一般看见的都是蜘蛛啊 虫子 因为它蜘蛛 无处不在的那种肩膀啊 看蜘蛛多 所以老怕晚上 它爬到你的 它硬伤硬挤了 其实平时也不怕 但是你看在那寺院待久了 大蜘蛛 小蜘蛛 看得多了 老觉得蜘蛛 这个影子晃 你一坐 你坐得本身很好的 啪 一个蜘蛛 就落到你这 就是一向子就来了 你受精的不是 就是一下一个蜘蛛 就落到你的脸上 其实是 你不是你在光明里边 就是你定了 你神气这个气满有光 你就像个镜子一样 前面有个小蜘蛛 它踹过去 它就照过来了 照过来了 但是呢 你这边像个镜子 然后呢 你把它放大了几千倍 因为天眼 有放大个缩小的功能 它落到这的时候 你叉放了这么大 就是这么大个蜘蛛 那个腿 那个毛还开着 就上来了 你就很怕嘛 你就是 这真不是小动的问题 这是实实在在的 把你的脸抱得紧紧的 就真有一个蜘蛛在脸上了 就是你 然后你 你闭着眼 你就看得清清楚楚 因为那腿上的毛 你都能看清 其实没有的 没有的 就是说 比如你坐在这 横梁上有个蜘蛛爬过去了 根本就离你很远 但是呢 天眼可以拉近的 因为你 你不是在禅定里面吗 你在禅定里面 然后呢 你心里面 其实是恐惧这些东西的 它这个蜘蛛 这不是你坐在这 假如你进入光明镜的时候 你就像个镜子一样 坐在这 那其他东西照过来 你不怕嘛 你不分别 它照过来就过来 比如你坐在这 这个桌子照过来 你是不动的嘛 但蜘蛛 穿穿穿穿过去 一下照过来的时候 你不是念头 就说 哇蜘蛛 其实 其实这个念头很快 其实你还不动念的 蜘蛛已经过来 因为你的念头太快 那个镜子 它照的速度 超光速的嘛 就是比你的念头还快 然后你还没动念的 蜘蛛已经切在脸上了 其实是照接 其实可能有个蜘蛛过去了 但是它已经照过 其实还是你心里边 有分别的 然后呢 蜘蛛就 就下一跳嘛 就是那种 这种恐惧真的 就是有时候想到 入闭关 我们山洞里 还毒蛇猛兽 难道到底怎么办 它好像不行 赶紧跑 就像有时候 很难你再没有 没有避机空的 就像那种蜘蛛 明知道它是假的 还是影响 我赶紧睁开眼 就是你还是睁开眼 定定心神 再闭嘛 你不需要你在里边折腾 然后比如说你有个蜘蛛 然后呢 你连呼吸也不敢出来 这个蜘蛛怎么动 因为你在彩虐 你是无分别 你不敢想 但是就是看见 有个蜘蛛在你脸上趴着 它也不动 你也不动 因为你不动 它就不动 就是因为它随你意识在动 但是它就切上 然后你越看越切出 那个腿上那个毛啊 什么那个爪子 然后你说 但是你会念头会动的 因为你恐惧所以你会动 一动 就是你会说 哎呀一个海鲜 这边的太多了 刷身上全是 因为你的光是 你够了嘛 刷刷刷 全是蜘蛛 这就是法从心想成吗 对对 就是那种 就是 就是瞬间你都爬嘛 因为你是圆绝 因为你是镜子嘛 你想想 因为你就像那个 它是圆绝那个 它就像那种 这个不是正的 正的圆绝那个境界 就是我们如来 本身是圆绝的 本来是 你就像那个钻石 它有很多那个光面嘛 它的光是同时设置 就是说你那个 每个光绍都会造出一个蜘蛛来 就是说你的身体上 每个毛孔都有个蜘蛛 只要有一个蜘蛛出现 全是十个维度 全是蜘蛛 因为你是十维 二十维度 就是很恐怖 但是你睁开眼 啥也没有 你只要五分钟睁开眼 所有的蜘蛛消失 也小于啥 恐惧也消失 你何必在里边 跟它折折 你还闭啥眼 我就金钱跟你耗上了 我看你就不灭 你没必要 因为你还没必要 在这里给修 没必要在这个蜘蛛网里修 那如果我们当下 真的看到一个蜘蛛了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自己当下的心念生出来的 太过真摇你了 你还在幻见个真实这些做绝 你把人道当成真实 把财定进去当成幻境 你再给我探讨问题 我除了我不把人道当真实 也不把财定当幻境 师傅 这个像无心生 是不是说我们的心本来不可以献一切像 如果说你越恐惧 它就会感召 不 就是打开了那个围抱 让你看到了恐惧的像 如果你是欢喜 你又打开这个 你就看到了欢喜的像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 本来就是各种光光 都在一块的 你敞开多少 你就接受多少 没心没像的 别这样想问题 就是你先从无心也无相的角度去探讨问题 去想 就是直接逼近空性去看 就是说 直接的靠近空性这样来去了解 了解你的会尽快的阵容 如果我跟你探讨万法 你的事情好多了 就是说是不是欢喜 我们就看见欢喜 也不一定 经常我们很欢喜 要看恐怖的东西 报熟了嘛 乐即生悲 是吗 还有说什么像 你新生 我也生不出来一个啥 但是上师们就可以 虚空光抓一个领土出来了 这就是你生存 你看见我就是你生存 就是你心里别的东西 你也存在 你不也 你存在才我存在 这就是 这就是佛 佛在讲话的时候 万法 万法说 大家是 都是因为大家分别意识 都是妄想出来 颠倒妄想出来 那有人会说 青山绿水 那种大海河流 我不想它也在那 是吧 就跟风望见 共一眼嘛 有自各业的共一眼 大家共同创造 确实这个维度 就所以你现在 见闻觉知的一切 与你的形象有关 与你的分别一切 如果我的精力足够强 就真的可以去公共 打算 不 如果你现在正如空性 你知道你现在坐在这 可以看实围嘛 哦 别人看不到的 但你看这 对对对 你坐在这 寥寥分明 很多维度寥寥分明 而不是只是 你坐在看见我 对啊 那更不容易 还要不乱 还要减空性 这不在乱个不乱的范畴 我好 twor 是我 últimos 我的icide 那也是 这个 可以拿来 但是 您 估计 。 老子 酷 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